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总书记说 广大党员干部要做群众的贴心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关心解决百姓的极难丑叛问题 系列报道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今天播出 她是百姓的贴心人 李克强会见国际著名数学家邱承彤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经经济协同发展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级 早到育央陆续开始 冬油菜 冬小麦 春季甜馆 压茶推进 全国春耕开局良好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时称 美国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 是为了确保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中跟着北约走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 广大党员干部要做群众的贴心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一次次冒严寒 踏风雪 来到困难群众身边 关心解决百姓的极难筹判问题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今年春节期间 山西霍州冯南园村的过大年系列文化活动 吸引了十多万外地游客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复兮小麦 蔬菜 粘膜加工等特色产业 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两年前 施红兵家因为秋讯导致房屋倒塌 政府紧急启动临时救助政策 帮他修缮重建了房子 渡过了难关 2022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期间 专门来到施红兵家 大到住房安全 小到柴米油盐 总书记的深深关切 让施红兵终身难忘 总书记冒着洋行 冒着雨雨雪 来到了我们佛南园 到了我的家 一本日历 一元多过去了 我再没犯他 让他侵留在医院市里头真相 总书记特别贫义金人 高军数协议比较老百姓信任的话 民族的时候 总书记问我說 你有什么库 killed 你起出来 隔计政府会把州你援决 我说 在丹的认导之下 在银的认导之下 我过得很幸福 来年过后继续努力 把死活搞得更加红火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革命老区到民族地区 从乡村到城市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 每次赴地方考察调研 心中都放不下困难群众 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 和安危冷暖 人民领袖这份深情牵挂 温暖了每一位困难群众的心 每年的新年贺词 习近平总书记都牵挂 和惦念着困难群众 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 在四川梁山三河村 我看望了遗族村民 鸡豪野球 杰烈鹅阿牧两家人 在山东济南三建七村 我和赵顺利一家 围坐一起拉家长 在辽宁府顺东华园社区 我到陈玉芳家里 了解避险搬迁安置情况 总书记提到我了 哎呦那心情那真的激动 我连下来孩子说 那你什么天我就说 感谢总书记对咱们天下百姓的关系 他是我们的天心人 陈玉芳是辽宁省府顺市采煤 陈县区避险搬迁社区的居民 2018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 在陈玉芳家 习近平同居民们围坐在一起 烙家常 关切地询问住房改善 退休金 社保金领取情况 看病方便不方便 四年多过去了 陈玉芳非常想把家乡的好消息 告诉总书记 不能让特殊群体成为被忽视的群体 让所有老年人幸福美满的安度晚年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一份沉甸店的牵挂 在考察中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乡村社区养老机构 与老年人亲切交流 盯触工作人员要给予他们更多关心 老年人可以自己选的 两分两错的卖多少钱 按照这个价钱来 十块钱 总书记和蔼可亲的 走进来了以后跟大家问韩问 可关心我们老年人的这些 就是生活呀健康啊快乐呀 这方面都提了 不能让任何一个特殊群体掉队 我国目前有各类残疾人超过8500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 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来到内蒙古护和浩特儿童福利院 看望这里的孩子们 总书记非常关心每一名孩子不时的询问 他们的情况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给每个孩子都带来了一份新年礼物 见到小雅妮 总书记还和蔼可亲的向他学手语 鼓励他好好学习 学业有成 谢谢 习爷爷 我非常想念您 在您的鼓励下 我完成学业 成为一名教师 我一定不忘您的教会努力工作 做好困难群众的民生帮扶工作 实现若有所福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民之所忧 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制度性保障 一向向暖心政策犹如冬日里的暖阳 点亮了困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为他们托起了稳稳的幸福 2月24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国际著名数学家邱承同先生 李克强说 科技创新和发展需要基础科学的重要支撑 数学是基础科学的基础 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皇冠 要尊重科学规律强化基础科学研究 扎扎实实把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打牢 支持科研人员秉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潜心向学保持定力 历届浮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实现新的突破 要尊重人才 营造进展奇才的环境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邱承同先生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 是世界首位或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 菲尔兹奖的华人 近年来在中国致力于基础学科建设 和杰出数学人才培养 萧杰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意见指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动在法治轨道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论支撑 意见确定的主要目标是 到2025年法学院校区域布局与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均衡 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 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重点领域人才短板加快补齐 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研究能力持续提高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更加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 进一步创新发展 到2035年 与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相适应 建成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学院校 形成内容科学 结构合理 系统完备 协同高效的法学教育体系 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 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 3D紧紧抓住 抒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紧密协同联动 扎实有效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落实 经经济协同发展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经经济协同发展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 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等重点工程 正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熊安新区建设全面提速 启动区三横四纵骨干路网 具备通车条件 中国新网 中国中化 中国华能等三家央企总部启动建设 首批疏解的高校医院基本确定选址 启动区北部骨干路网搭建完成 生态系统工程 骨架出现 互联网产业园 国贸中心 体育中心等重大项目 拔地而起 产业协同优势互补 经经济三地共同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汽车等优势产业 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截至目前 经济草飞店协同发展示范区已签约北京项目465个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累计超过4000家 中关村企业在经济两地设立分支机构累计达9500余家 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2100亿元 我们将有效贯通区域创新链 人才链 产业链 供应链 促进资金 项目 技术 人才等要素 在经济区域内自由的流动和优化配置 经济发展 交通先行 目前北京已形成航空双枢纽格局 轨道上的经济记不断巩固提升 经浄高铁 经堂乘记 经滨乘记等开通运营 经熊乘记铁路全线贯通运营 初步实现经济熊核心区半小时通达 经济记主要城市1至1.5小时通达 现在从保底到北京之间又开通了高铁 通勤时间降到了20分钟 我们北京工程师与天津保底工程师的技术交流 变得更加的便利 公共服务汇集民生 经济记成立了15个跨区域特色执教集团 3D组建22个高校发展联盟 以累计实施经济经济医疗卫生合作项目约50个 经济计48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55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 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几天前由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与保定市第二医院合作共建的保定市第二医院口腔院区正式投入运营 在这个一连体里面我们是全方位的支持 所有口腔专业的专家我们都会定期的出诊 经济记交通也给我们带来了便利 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目前3D已签署经经济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和商事制度 监管执法政务服务等5个重点领域合作框架协议 155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社会管理司法行政等领域签署实施90余项合作协议 加快构建优势互补赋予活力的区域经济格局 下一步我们将携手经济加快建设现在都市圈 以都市圈建设为引领带动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增长期 春耕生产是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 当前早到育央陆续开始 冬油菜 冬小麦 春季甜馆正压差推进 全国春耕生产开局良好 春波粮食产量占全年六成左右 华南是我国春波开始最早的地区 在海南勒东线 一批耐盐碱水稻新品种 经过试验示范后 已经开始大面积推广 以前这片地都是料方的盐碱地 我们现在把它承包下来 用作实验田 目前殃苗长势良好 现在已经有15厘米长 已经到关键的分业期 在今年的早到生产中 福建 云南 湖北 湖南等地的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全力推广机械播种 恒温催芽 工厂育苗等 现代种植管理模式 以前羊年期是30天 我们现在缩短到20天 可以为周边的农户 提供2.5万磨到3万磨的羊苗 目前全国早到育央已过一成 进度快于去年 随着北方小麦陆续进入反清期 反清水对小麦的生长很重要 在山西平路县 得益于当地长额园灌区 改扩建节水项目一期工程的初步建成 25万亩小麦顺利喝上了 今年反清的第一水 在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 春耕大芒时节 这里的农民种地有了新帮手 田间智能监测系统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洛河市林颖县 从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可以实时地监测到 全县小麦核心示范区的描情 那么通过监测显示 小麦反清以后 颜色轻绿 经验挺拔 河南小麦苗庆是 近五年来 是最好的一年 突出表现在呢 是120秒占比高 89.4% 而且的话 各类这个苗庆啊 不论是群体脏势 还是隔体指标 都明显地好于长年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冬小麦再田面积 3.3亿亩以上 面积稳中有增 长势总体较好 针对夏凉生长后期 可能遭遇盗春寒 病虫害等情况 农业农村部已派出 120多位专家组成的 科技小分队 奔赴春耕一线 科技小分队 吩咐15个小麦油菜 竹产省份 包片蹲点 指导落实 以困旺促弱 抗旱防冻 防病治虫为重点的 春季田馆关键措施 全力以赴 打赢夏凉丰收第一仗 来自黑龙江的 贺哲族姑娘刘磊 连续四届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 十多年来 从学校到乡镇 再到机关 她始终关注着 当地的乡村振兴 民族发展 在同江市 贺哲族文化中心 飞夷展示馆 记者见到了 正在调研的刘磊 前几年 她曾提出建议 发展贺哲族 手工鱼皮画等 文创产品 打造特色民俗旅游 增加百姓收入 2013年 她的建议被采纳 当地随后成立起 贺哲族文创中心 扶贫工坊 合作社等 为家乡人民 打开了 增收致富之路 刘磊深知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 前不久 刘磊走进一家 贺哲族乡镇企业 了解企业在发展中 遇到的难题 寻求解决之道 刘磊发现 由于培训周期长 部分农民 自己本身又没有就业规划 这都限制或影响了农民就业和乡镇企业发展 我希望就是加大农村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怎么样精准的针对他们这个群体 他有了这个技能以后就更好的就业增加了他收入 在今年的两会上 刘磊将就如何加强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培训 推进乡村振兴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说 作为一名贺哲族代表 他愿意认真履职尽责 为贺哲族百姓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而努力 在绿植当中对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建议 推动乡村人形 眼下祖国各地春暖花开风光无限 人们踏春赏花共享美景 阳春二月江苏浙江等地的樱花迎来了最美的季节 在江苏南京玄武湖 迎春英 中花英等四地开放灿若云霞 在浙江淳安千岛湖畔 上万柱樱花如霞似火 一簇簇骄艳的中国红樱花坠满之头 让人赏心悦目 樱花都开了 然后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千岛湖 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 繁花似锦美不胜收 在江西安远 二十多万株玉金香静香绽放 岔子言孔争奇斗艳 向游人们传递着春的讯息 在安徽奇门县 金灿灿的油菜花浸染田野 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在福建永春 数十种桃花向阳而开 散发阵阵油香 在北京桃燃亭公园 素心辣梅玲玲珑剔透 精致娇小惹人喜爱 在广东广州海珠湿地 道路两旁公粉紫荆随风摇曳 绘成一条美丽的花境 人们漫步其中享受美好春光 春天了这边的花草也开得比较好 周末在这里放松心情 感受一下自然的气息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日前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 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3至2025年 明确到2025年 突破50种以上智能检测装备 核心零部件和专用软件 推动100个以上智能检测装备 示范应用 还将培育30家以上智能检测装备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工信部日前发布 2022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产量 持续快速增长 产量同比增长超130% 行业产值突破1.2万亿元 锂电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以及风光储能 通信储能 家用储能等储能领域 加快兴起 生态环境部发布 今年计划完成800多条 较大面积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将督促各地 开展空源节屋 清淤舒骏 水系联通 水生态修复等 到2025年 要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 日前永定河北京段 2023年春季生态补水全面启动 今年北京市将统筹引黄水 上游集中输水 官厅水库等本地水 南水北调水和优质再生水 计划向永定河北京段生态补水 4.3亿立方米 力争实现永定河全年全线油水 近日新疆昆仑山脚下的牧民 开启春季羊群转场 此次转场涉及新疆昆域260多户 牧民8万多只羊 转场线路最远近百公里 要翻越两座海拔3300多米的高山 预计将持续15天 俄罗斯国防部25号称 俄军在库皮扬斯克赫尔松等方向 打击乌克兰军方人员武器装备和弹药库等 摧毁多个美制M777榴弹炮 俄方还称控制了巴赫木特北部的 亚哥德诺耶定居点 乌克兰陆军司令斯尔斯基25号称 俄军试图完成对巴赫木特的包围 战斗主要发生在城市外围和郊区 此外 乌军方称 乌空军对俄军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进行了打击 据德国数据公司的最新统计 截至1月15号 美国在过去11个月 向乌克兰输送了价值466亿美元的武器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前10年的 年军军事支出434亿美元 该公司称 所有数字都是以2022年的物价水平来计算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 俄总统普京表示 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已经算是三与冲突 西方的目的就是摧毁俄罗斯 普京说世界必须改变 不能只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25号德国首都柏林 上万民众举行集会 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呼吁和平解决地区冲突 当天的集会 由和平宣言请愿书发起人召集 和平宣言请愿书 自2月10号以来 已征集了超过66万个签名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过去几个月的多项民调显示 大部分德国民众都希望冲突能够结束 这最终只能通过谈判实现 而不是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我来参加抗议活动 是想为和平尽一份力 武器不会让冲突停止 只会拱火交游 所以我们不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近日加拿大多个主要城市的民众 也举行集会谴责北约 对俄乌冲突拱火交游 呼吁以和谈结束冲突 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有国家 面临美国挑动的战争 政变和制裁 过去二十多年来 北约成员国对叙利亚 伊拉克等 许多国家遭受的战争和破坏负有责任 北约一次次证明了 它是一股战争和破坏的力量 国际人士表示 美国为一己之私不断拱火延长冲突 美国为了满足自身利益 不断延长冲突 一方面是为了削弱俄罗斯 另一方面 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北约自己的武器也需要更新换代 美国就能从中赚取更多利润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5号播出了 对美国资深调查记者 希摩赫什的专访节目 赫什说 美国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 是出于政治目的 为了防止德国使用这条能源动脉 确保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中 跟着北约走 美国总统说谎了 他不承认自己下令做过的事 美国破坏北溪管道的目的 就是要防止德国启用这个管道 确保欧洲不会停止支持北约 针对赫什发布文章称 美国策划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一事 欧洲和美国人士指出 美国不仅想阻断俄罗斯 输出天然气的经济收入 更想斩断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合作纽带 问题是谁会从中赚取利益 答案显然是美国 俄罗斯怎么会炸毁自己的管道 美国就是要竭尽所能 确保德国与美国一起支持乌克兰 德国现在就像是被美国束缚住了双手 不得不依赖于美国 被迫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欧洲现在需要大量购买液化天然气 他们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从美国购买 这是欧洲人自己在买单 美国在经济方面的获利是很明显的 美国就是想要在国际市场上 达到我来做主的目的 可以任意指挥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5号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列车脱轨事故附近部分居民 被诊断出患有支气管炎 部分居民还出现咳嗽 头痛 皮疹 留鼻血等症状 当地急诊医院工作人员称 击出危险化学品可能是导致上述健康问题的原因 美国环境保护署25号宣布 暂停脱轨列车所处的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从事发地东巴勒斯坦 向外运输有毒废物的做法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有毒废物的运输目的地 包括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 哈里斯县和密歇根州等 这种做法没有提前告知目的地居民 引发当地居民不满 此外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 另一列货运列车25号 在北卡罗莱纳州脱轨 导致多列列车暂停运行 但该公司称 脱轨列车上没有携带危险物品 节目的最后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 今天在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举行会谈 会谈将重点讨论近期约旦和西岸的紧张局势 据约旦媒体透露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 包括巴勒斯坦总情报局局长法拉杰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 以及约旦埃及的代表等 本月二十二号以色列军队在约旦和西岸城市纳布卢斯 搜捕期间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造成十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这一事件近期引发多地巴勒斯坦民众抗议 二十五号阿拉伯议会联盟会议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 叙利亚人民议会议长萨巴格在会上表示 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 严重阻碍叙利亚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叙利亚遭遇地震灾害之后 西方制裁更造成运输阻碍 救援物资短缺 使灾难雪上加霜 萨巴格呼吁西方国家立即取消 对叙利亚实施的经济制裁 伊朗媒体二十四号首次公开了 该国新研制的远程巡航导弹画面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 哈吉扎德表示 这款远程巡航导弹名为帕维 射程可达到1650公里 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已经配备了这款导弹 冬季风暴连日来持续肆虐美国多地 密歇根州 加利福尼亚州 马萨诸塞州等多州 遭遇强降雨 强降雪等极端天气 多地出现大规模停电 截至当地时间26号凌晨 密歇根州和加州仍有近40万用户停电 此外 冬季风暴还导致美国多地道路封闭 交通受阻 上万架次航班 被取消或延误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